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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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报道 网友热议 美国搜网友 让您听到墙外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观众朋友们先点个赞 让这期节目中 我们报道了 发生在上海 杭州 广州等城市的年轻人 顶着警察的打压 走向街头 用cosplay的方式 表达对时下社会问题的不满 有才的网友 自然不会缺席 用文字 创作了很多万圣节的梗 下面这个段子 就是其中最精彩的一个 这个段子说 胡锦涛决定去上海视察 黄埔区警察大怒 汇报道 有一个人搞敏感cosplay 于是一左一右 准备把胡锦涛架走 这一幕被敏刑区警察 看到了大怒 汇报道 有三个人搞敏感cosplay 于是把胡锦涛 和左右两位警察 一起带走 这位网友太有才了 只用了寥寥几十字 一翻再翻 简直不亚于 何广志和邱瑞的水平 观众朋友们 如何解读这个段子 请写到评论区分享 全民记者 手机记录中国 让我们从墙内 网民拍摄的设媒视频 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10月28日 上海的一位青年 在深夜抱着淮海中路的路牌 走在大街上 并用衣服挡住了 除了中路两个字 这位青年 随后遭到了警察的盘问 网友评论 目前见到 今年万圣节最狠的活 推着网友评论 白纸革命种下了种子 所以很多活动 很多话 都有意义 或大或小 前不久 我们报道过 有墙内储户 存在银行里的钱 不明不白的酒消失了 现在看来 这并不是个案 10月27日 广东广州 女子发视频称 她存在农商银行里的钱 突然不翼而飞 并且每天都会收到 银行卡消费的短信 一些网友表示 也有相同的经历 找里面警察有什么用 警察又没拿我的钱 放在银行里面 不见就找银行 没错 黑银行来的 是动不动找警察 警察也不是 给我们拿我的钱 而钱放在你这里保存的 里面这里行 不管是啊 钱放在这里 不要费 我肯定找银行 银行里面 必须给我赔 我没绑你银行卡 又没绑你什么东西 我请问一下 我在这里存的钱 等于说是近期一样 里面的钱不见了 不找里面银行有什么用 找里面警察有什么用 就这银行里面的人搞走 网友调感到 钱去完成习近平的中国梦了 外交部的战狼外交官 发言人 总是用最激情的语言 描述祖国的强大 和党对中国人民 无为不至的照顾 下面一段视频 让我们看到 驻海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 是如何服务 旅居海外的侨民的 10月28日韩国 一女子发视频称 不仅去世 火化需要使馆开材料 但釜山大使馆电话 常年打不通 好不容易打通了 又被踢皮球 并且领事馆态度敷衍和冷漠 本来我真的不想把这个视频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 釜山的中国领事馆 是常年打不通电话的 昨天我爸爸去世了 然后明天是要活化的 然后我们在国外的话 也就是需要一些材料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得去那个中国领事馆 然后去中国领事馆 特别是釜山的中国领事馆 他是常年打不通电话的 然后好不容易打通 然后那边里面就说 你打一下这个电话 你跟他要是有急事 你就联系那个人 然后我们就跟那个人联系 然后那个人 又让我打这个人联系 这样退来退去的 然后我真的很无助 要是没有那个的话 根本就 就我爸爸活化不了 然后那领事馆那边的人说 你来也没用 你来的话 也不一定给你爸 就是很不在乎的那种 那种样子 然后就让我打那个电话联系 然后那电话是常年打不通的 我最想说的就是 在国外 中国领事馆不是代表中国吗 他们是保护中国通报的 但是他们说话太冷了 他只是一个电话问的 就是打一个电话问就可以 他连这个他都不想给你办 对着网友东北欲出评论 应该是刚出国不长时间的 所以才会问出 大使馆不是帮助同胞的吗 这样愚蠢的问题 咱们伟大的中国大使馆 是为了看着你 为了管制你 为了让已经离开中国的你 继续被忽悠着而存在的 海外华人的待遇如此 生活在国内的民众的待遇 更加不堪 10月26日 一位养羊的农民 把视频痛斥了政府 对他和他家人的冷漠对待 穷苦潦倒 无家可归舍 无人管 在我恨不得跪下磕头 求你们帮我签个字 弄点妇女贷款养殖 无人管 在我连续四次登门 求你们帮我盖个章 家里只未通上电 有个电表 无人管 寒冷的冬天 接近零下40度 我也想买点有补贴的炭 说我没有资格 我仅仅想把自己养的羊 卖了变成钱 不让我在家里屠宰 为了有屠宰症 那一天 我差一点在你们面前 跪下 无人管 我的孩子吃的奶粉里面 有一大半 是我炒熟的面粉 对着给吃的 我们只想活着 你又建议我生老二 老三 老四 连续六次 五分钟内下架我的视频 你们是做山雕吗 只因为我说了 羊不能给喂尿素 那是给人吃的 那样做是坏了良心良知的事 我说了草木灰的好处 说了香葱真心 不是路边安几个路灯 从不放几台电脑 墙上写下标语 说了咱们农民种玉米 苦一年下来 两斤玉米换不下来 一瓶矿泉水的事 你们就堵我的嘴 所以我决定闭嘴 这个号在不在 无关紧要了 当初做这个号的时候 我就想过后退的路 就是不能放弃能够养活我的实体羊群 对着网友感叹道 之前不是有个农民大哥说了吗 中国农民只要活着 就天天在犯法 中共为什么不敢做民调 墙内报刊三连周刊的一个帖子 提供了答案 10月28日 三连周刊发文称 来聊聊满足什么条件 你才敢结婚生小孩 网友的回复包括 双休 月薪两万多 35岁不用担心辞退 食品安全达标 教育全面 满足这些条件 我也不会生孩子 为了催生 中国政府大招迭出 李老师发推说 10月28日 中国你在中小学和本专科教育中 倡导积极婚恋观 生育观 网友评论 上学男女不让一桌 放学不让一块走 老师还在班机烟阳怪气 正常男女学间交流 都跟犯了多大罪一样 现在鼓励生育 国务院自己生去 爱生多少生多少 另一位网友说 迟早有一天会强制配种 不配合者不害化处理 生活在墙内的网友 都知道学习强国这个APP 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 所有党员干部必须下载 并要求每位党员干部 每天必须登陆一定的时长 用于学习习近平的重要思想 还作为理论学习的考核目标 不过 现在这个APP 有了新的用途 青丝老师发推说 网友投稿 总书记为一页情指明了方向 推特中有张截图显示 不少党员干部发现 可以利用学习强国APP的 相互加好友交流 学习心得的功能 来发展一页情 据称 这比微信还安全 网友评论 这不是一般的婚外关系 只是在总书记的领导下 给祖国配种下载 下面我们进入外媒看中国环节 目前全球都在围观两大热点 一是谁会是下一任美国总统 另一个是习近平到底会拿出多少钱来刺激中国经济 美国大选正在热热闹闹的践行 而习近平到底会掏出多少银子出来 中国政府上上下下 吞吞吐吐 没有个痛快话 著名财经杂志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 把这两个热点的底层逻辑发掘出来 其结论是 中国政策制定者相当于被美国总统大选绑架 成为了大选结果的人质 文章说 在所有焦虑地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人当中 中国的投资者可能是最焦虑的 他们的经济已经在与三年多前开始的房地产萧条 和一年半前开始的持续通货紧缩作斗争 现在他们必须考虑 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 并随之带来高额关税的威胁 大选之后 尤其是如果特朗普获胜 中国的注意力将集中在三天后的11月8日 在北京举行的人大会议上 人大常务委员会将批准一项 备受期待的一篮子财政措施 这些措施可能会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 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再融资 或许还能重振消费 公布的财政数据将在很大程度上 揭示中国领导人的心态 他们是否终于认识到了 国家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愿意花多少钱来解决这些问题 9月下旬 央行放松了货币政策 并推出了提振股市的新工具 掀起了中国股市的狂飙 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 也承诺对中国的经济困境 做出更有利的回应 投资者也希望中共出绝招来救市 媒体报道称 中国政府准备额外借贷3万亿元人民币 以帮助地方政府和刺激消费者 包括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援助 中国中央政府拥有振兴国家经济的财政火力 而它似乎正在克服对福利主义的反感 忍住对救助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的顾虑 据路透社报道 政府将利用11月份的这次人大常委会议 允许地方政府在5年内 额外发行价值4万亿元的特别债券 以帮助从开发商手中购买闲置土地和未售出的房产 经济学人继续报道说 野村银行的陆挺认为 常委会有50%的可能性 会宣布增加今年的预算赤字目标 以帮助资金紧张的地方政府支付工资和供应商的费用 并实现医疗教育和科技方面的支出目标 陆先生还认为 政府将为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政府可以增加对1.65亿贫困养老金邻居者的支付 并帮助农村老人支付医疗保险费用 政府还可能为生育提供现金补贴 但许多投资者仍然担心 政府缺乏紧迫感和雄心 10月份中国政府各部委召开了几次令人失望的新闻发布会 导致股市停滞不前 由于经济略有增长 刺激经济的希望也有所减弱 第三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6% 快于预期 得益于这一增长势头 中国经济有望实现今年5%左右的官方增长目标 未来几个月 地方政府还可以利用现有专项债务的未用收益进一步扩大支出 这些专项债券传统上用于基础设施项目 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对将于11月8日公布的一篮子财政计划期望不高 中央政府可能会缠明其银行资本重组计划 这可能需要1万亿元人民币 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再融资计划 这可能需要价值6万亿元的债券分三年发行 但观察家们怀疑 中国是否会采取更多措施 这些措施将避免地方政府违约的危险 但这些措施不足以结束通货紧缩 也不足以帮助中国实现增长潜力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经济兜底 而不是帮助经济达到上限 麦格里银行的Larry胡说 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没有下定决心采取重大刺激措施来重振经济 他说 如果真的要刺激经济那很可能是在出口失去动力的时候 而出口是今年大部分时间的经济增长源泉 经济学人继续报道说 如果特朗普重新夺回总统宝座 全球市场可能会迅速转向 根据瑞银的数据 如果特朗普兑现对中国征收60%关税的威胁 征税将使中国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减少2.5个百分点 作为回应 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采取更大胆的刺激措施 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几率提高了 这也提高了中国动用刺激经济绝招的几率 中国决策者在11月8日批准的任何政策 都将受制于美国人在11月5日做出的决定 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 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主的日子 早已进入寒风萧瑟的初冬 日子难过 而对于高净值人士和财富巅峰上的亿万富翁们 也同样面临着财富缩水 人数锐减的现象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对此作出了报道 报道说 根据研究机构胡润发布的富豪榜 过去三年中 中国以美元计算的亿万富翁数量 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原因是 政府打压 经济部分领域疲软 以及股市低迷等因素带来的影响 胡润表示 自2021年达到1185人的峰值后 以美元计算的亿万富翁数量 已减少至753人 下降了36% 超过了同期人民币对美元贬值10%的幅度 仅在过去一年中 中国的亿万富翁数量就减少了16% 而同期人民币便值了2.5% 胡润还表示 榜单发生了快速更替 房地产业等领域的老一辈企业家 让位于新成员 如字节跳动的张一鸣 尽管TikTok受到美国政府的打压 张一鸣仍首次成为中国首富 财富达490亿美元 张一鸣取代了瓶装水大王钟闪闪 70岁的钟闪闪过去三年一直位居榜首 但他的主要业务农夫山泉在社交媒体上被指亲日后 股价下跌了40% 富豪榜还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企业家 胡润报告主席Rupert Hugerworth表示 该榜单连续第三年出现前所未有的缩减 中国经济和股市经历了艰难的一年 榜单对财富的估计急于8月底的数据 未考虑到9月中国宣布货币刺激措施后 股市的显著回升 超级富豪人数的下降 正值老一辈房地产开发商 因中国曾经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崩溃 而元气大伤之际 中国的电商亿万富翁虽然受到打击 但表现得更加有韧性 腾讯公司创始人的马化腾位列榜单第三 而拼多多和梯木创始人黄征位居第四 国际服装平台Shine的创始人徐仰天 排名第76 财富达70亿美元 胡润报告中提到 中国新一代企业家比前辈更加国际化 曾在2020年位列榜首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在政府叫停其蚂蚁金服的上市后 便从公众事业中消失 今年排名第十 胡润表示 富豪榜中有15%的成员 居住在中国大陆以外的香港 澳门或台湾地区 另外 30人居住在美国和新加坡 而新加坡作为中国亿万富翁的 离岸避风港 越来越受欢迎 这些富豪榜成员 也保留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约有70% 是中国最高政治咨询机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或全国人大 这一橡皮图章机构的成员 亿万富豪队伍的缩小和财富的缩水 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到 中国经济的崩塌是全方位的 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 中国全社会财富的巨量蒸发 所以说 中国经济的阵痛 不止落在普通人身上 毕竟 覆巢之下 无完卵 下面咱们来看几个荒诞视频 虽然网信办全力以赴 封建批评政府的声音 但是掩盖意义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社会上不同的声音 总会突破而出 10月22日 河南的一名网友 用意大利法西斯禁止工人罢工 来暗讽中共 禁止工人罢工 这也太无耻了 我说的是一战结束以后的 意大利法西斯 我给你读一段 从理论上讲 他通过将劳资双方 一起置于国家善意的保护下 消除了阶级冲突 实际上 只有资方享受到了真正的自治 而劳方则被否定了 罢工或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 工人和农民的地位 在组合国中 基本上都没有得到改善 怪不得法西斯会灭亡 因为他背叛了工人和农民阶级 而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阶级领导的国家 在我们国家 工人和农民是最受尊重的 用我最喜欢的张维为老师的话来说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自信 推着网友调感到 意大利法西斯想建设强大的意大利 中国共产法西斯 仅仅是想维护习近平统治 区别蛮大的 近日一名富俄参军的男子 发视频抱怨称 他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装备 徒步走十几公里 我们来听听他复俄参军后的感受 防弹衣三十斤左右 头盔一六七斤 枪也有仅仅十斤重 不是仅仅十几斤的 这还没带手雷 没有带多余的弹夹 子弹 子弹 光这些 好别说 跑了走都走不动 这才走了一公里左右 离木地地 还有 还有四公里 然后国内还有人想要来这 来这干嘛 来这里的 你问一问 来一个 来一个一个不知声 都一个个累的 跟狗一样 水土不服 上土下泄 推着网友嘲讽道 还不如去走线呢 最后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张惠民评论外交部长王毅 在开场视频中的傲慢讲话说 这个外交部长 国耻 KS87V5说 王毅 我是中国人 我连言论自由都没有 也不知道 有啥别的权利 Zoo 调侃中共 打压万圣洁说 万圣洁这个洁明 就是反动弹 中国只能有一个圣上 今天的美国热搜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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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